今年淡水區新興國校獲得環保局金雄級低碳環境認證 校長表示學校相當重視環境教育 並且朝向低碳校園來邁進 去年就得到銀額級的認證 今年透過綠屋頂的建制 以及能源管理系統建制外觀節能 達到金雄級提升校園低碳環境 推廣低碳觀念從教育左手 在日常生活中深耕低碳 從新北市98年開始建立全國所創的 新北市低碳校園認證標章制度 而今年淡水區新興國小獲得環保局金雄級低碳環境認證 校長表示學校相當重視環境教育 並且朝向低碳校園邁進 去年就得到銀額級的認證 今年透過綠屋頂的建制 以及能源管理系統建築外觀節能 達到金雄級提升學校的低碳環境 所以我們在整個校園的規劃 我們希望是朝向低碳校園來努力 那我們從去年得到環保局的贏得獎之後 我們今年更提升為我們的金雄獎 目的就是要讓整個校園都能夠低碳化 那我們從節能減碳的部分 節水 節電 智慧節能 加上綠屋頂 雨水回收 還有一些相關的設施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給孩子們多重的一個學習的空間 校長表示在校園當中有超過20多個低碳濾化建設 以及教學項目 不只是透過低碳濾化建設達到節能 更可以藉此成為教學工具 培養孩子認識減碳方式 而總務主任表示綠屋頂可以讓原本的陽台濾化 讓建築內部在夏季時降溫 另外透過噴霧裝置 在走廊定時灑水物 也能夠吸收熱能降溫 讓教室不用裝冷氣就可以達到涼爽的效果 那像是我們的雨水回收系統 還有我們在屋頂上增設了太陽能板 做一個太陽能發電的一個收集 那另外在綠屋頂的這個部分 也節省我們學校原來的空調設施的用電 那我們走廊上的一些的噴霧設施 也是在利用最少的資源 然後能夠降低我們校舍的一個溫度 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在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中求學 那另外我們也把這樣一個低碳校園 融入到我們的課程裡面 希望藉由教育來培養孩子節能減碳的觀念 那也希望將來我們這個地球能夠越來越好 校長表示學校做了這麼多減碳氯化設施 每一樣都融入教學當中 不只是讓孩子認識菊災 還可以將環境教育以及節能減碳 從小學開始扎根 讓學生得以從認知情境進一步的身體力行 落實環保行動 養成綠色公民應有的素養 記者許多安逸 但許采訪報導 記者許指揮 打散